一种两爱怎么说的 就是懂农业 然后爱农村 爱农民 一种两爱提出之后呢 学校组织了一次做谈会 当说到一种两爱的时候 大家说一懂我们没问题 两爱我们做不到 这个成了一个普遍的声音 我其实当时没有去反驳 我说一懂你也未必懂 如果你没有两爱 你那一懂 你说你懂农业 你懂的什么 很可能懂的是教科书的农业 真正中国基层中的农民 所从事的农业 农村中大量的多元的 复杂的这种农业体系 你真懂吗 如果没有两爱 做一种价值观 单纯强调科学技术上的 所谓懂农业 本身也是值得讨论的吧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西南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的潘家恩 然后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和温老师那个请教 同时也是 把我们这二十年 关于青年问题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观察 先说清楚 你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 同时你也是西南大学的引进人才 对吧 你算什么待遇引进人才 我们就直接教授 直接从引进来就教授了 对 所以你说说我们相见青年们的发展前途 是非常灿烂辉煌的 其实但是呢 虽然说这个 从我个体上来讲 可能目前从主流的评价上来讲 好像还可以 但实际上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今天有很多外面的一些批评啊 就是有一种批评呢 叫做说相见鼓励了很多人下乡嘛 这个下乡呢 就二十多年了 他就说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诱骗青年下乡 我们是先把我们自己诱骗下乡 我自己是自己先诱骗了自己啊 然后第二个呢 就说这个现在好像在这过程中 会被耽误了很多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呃 今天按主流的说法 他可能有好多的这样子一个出路啊 等等 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得多少解释一下 我们这一代人 当年就被叫做耽误的一代 因为我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遭永化革命了嘛 然后结果就全校停课 无论你原来有什么志向 也都最后一并下乡了 大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被后来认为是耽误的一代 我印象里我们当年 后来就是回城以后啊 我们中学的班主任老师 请大家一起聚了一聚 然后还老师很惋惜 如果没有这些年 让你们下乡啊什么的 你们早就是国家栋梁了 工程师啊 教师啊什么 你们都很有前途的 现在呢 你看都是好像很惋惜 但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同学 都说老师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遗憾 我们得到了很多 这是没有任何虚化的 因为老师已经年纪很大了嘛 他们很看好我们这个班的学生 他花了很多心血嘛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同学 几乎没有一个 众口意思了 说我们没什么可遗憾 我们经过了这一切 我们形成的是我们一生难得的经历 而且经过这种锻炼 我们都成长了 至少在经历上 我们是强大的 那后来再看 这些人也确实在知情返程之后 经历了一段相对而言 比较卷的那个年份嘛 很快大家又都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 我就是所谓当年被下乡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 也是被称为被就是叫做被耽误的一代的一个 所以我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看 我们后来从事的发动高校青年下乡 这个恐怕也谈不上是耽误不耽误 那再进一步说呢 我在八十年代 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 我的老主任杜润生 他走到我们办公室 强调 你们这批人 如果能够动员起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 和大学生下乡之农 你们的事业就成功了 说的非常抗强有力的一段话 我们至今仍然把这些 杜老先生当年 对我们的要求当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所以无论有多少批评 我觉得其实不需做太多解释 如果我们动员起来的这些下乡青年 都认为自己被耽误掉了 那确实我们这些年的工作 应该就算是教训大于经验 但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反应 那我想这些说法恐怕也不必计较 是的 这其实只是一种说法 那现在呢 就是我印象中二十几年前 应该准确来讲 应该是二十四年前 我是两千年的时候 我当时上大二 我当时在农大听过您的一场讲座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您在发起大学生织农的时候 曾经借用了鲁迅先生的 舅舅孩子这四个字 那我想特别想了解一下 您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 又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我了 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是90年代 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 大家应该知道 中国在1990年遭遇美国带领西方的全面制裁 那这种挑战之下 大量的外资撤出中国 当时美国是要求所有西方资本全撤 而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期 突然遭遇到外资归零 那当然极大的打击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从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些 值得我们今天记取的教训 一个教训 其实就是我们走了一个宏观紧缩的调控之路 那在宏观紧缩调控之下呢 当然就会出现大量的事业 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不安定的事件 包括群体性治安事件 各种事件都在发生 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 人们找不到原来从传统理论 给出的那些结论 拿来用不上 用不到我们面对的社会乱象之中 也用不到经济长期进入衰退的 这样的问题研究之中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思潮 其实客观上就是等于全盘西化的 那个照搬思潮 从90年代开始我们高校首当其冲 照搬了西方教科书 原来比如说西方经济学 被我们就叫西方经济学 80年代之前呢 在50年代以来的 这个教育体制中的 把它叫做庸俗经济学 但从90年代开始 就被当成普通经济学 就当成经济学 前面的西方俩字没了 再往前面 庸俗经济学没了 就是经济学了 那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 这么一个学科体系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 包括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 只要你把西方的理论体系全套照搬过来 大多数都走向反面 就是后发国家只要照搬西方的教育体制 没有谁能逃脱得了 走向反面的结局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高校的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高校教育产业化 其实不光高校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幼儿教育等等 都开始产业化 产业化 就意味着 创造了外部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的空间 那投资人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 那对原有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一个 从根本上发生的迫害作用 尽管它扩大了教育的空间 各种各样的学校 这个意识风起 但是教育质量很差 收费很高 把教育变成了一个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注意到 教育是一个可以凭借 对知识信息体系的 三方面垄断来获得收益的领域 什么意思 这话说太文 就是你上学来 你要学什么 你自己并不知道 谁知道呢 学校知道 最终你学成 是要学校给你发一个盖了章的文凭 表明你学到了这些知识 那也就意味着 学校可以单方面垄断 你作为个人发展 去学习的那些信息 学校是垄断信息的 注意一下 只要信息具有垄断性 它一定是高收费的 所以我们看90年代以来 教育产业化和信息单方垄断 就构成了一个教育 尽管在大规模扩张 但它客观上造成的是什么呢 是教育质量不断下降 这个趋势就导致很多 当然你大量照搬西方的理论 进中国以后 很多人都知道 这跟中国实际之间 是不相符合的 只要是从实践中来的 这些青年人 他很难愿意 完全心服口服的接受这套 教育给予的这些所谓知识 这个舅舅孩子们就包括 教育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如果能够带动 这些青年人下乡 相对来讲 对他们的思想精神的 这个正面作用呢 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阶段上出现了 不仅是一般的卷 而且出现了很多 心理问题啊 精神问题啊 所以学校要办心理咨询 学校要开精神病的医疗室 那更为甚者就是跳楼的 自杀的 大量的这种现象都在发生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讲的帮助大学青年下乡 这是一个针对当时主流的 教育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一种 具有批判性的思想 更具体的是说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出现了 从工农群众中来的学生越来越少 教育呢 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 入场卷的发放单 发放机构 那往往就是有一定的投资能力的人 会得到相对比较有层次的教育 它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是少了 但毕竟还有一部分 所谓下层社会的青年人 进入了高校 这些人跟高校之间的矛盾 更是对抗性的 那么首先他们受到的打击 就是别人能吃得起 别人能玩得起 能穿得起的东西 我没有 那这些人呢 就从原来小镇精英 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失落者 那精神问题也大量发生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组织他们回乡 他们回到家乡 仍然是家乡父老乡亲心中的那个精英 他们如果能多多少少做一点回报家乡的事情 那就会在家乡使他的父母 使他的家族能有一种光荣感 那种荣耀 那就会极大的有利于 他们回到高校这个贫富两极分化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中 维持自信的那个基础 这个想法比较 比较 当时比较有现实意义吧 是因为它有针对性 那同时 我当时是在国务院体改办 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工作 我是社长兼总编 我们就 给这些下乡青年 调研的调研报告评讲 评出来讲呢 替他们做发表 这样呢 他们可以在高校 至少在上学的过程中间 也多多少少获得一些资历 所以我们就说 舅舅孩子这个说法呢 很大程度上针对性很强 就当时那个情况 那我们如果把当时的情况 拿到当代来看呢 当我们的领导人开始强调 必须培养一种两爱 必须让他把论文写在 祖国的大地上 让他们必须把 他们的研究和脚下的热土结合 所有这些东西呢 二十多年前 和我们的当年的做法 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对青年培养的 无论当年的思考 还是当年的做法 都其实已经是当代的主流了 非常感谢文老师 因为您应该讲到了 当时的大学生枝农的调研评讲 其实当时 我就是那个受益者 因为我人生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 就是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上 当时就是参加了那个振农调研的 那我在想呢 就是经过您这么一句 我再问一句 那和你今天成为一个 学术成果很丰富的青年专家 青年学者有直接关系吗 肯定有这些关系 因为一个呢 它是对我的一个鼓励 另一方面呢 它让我们看到 其实真正的把这个 非常鲜活的一些 这种来自土地 长出来的那些案例 它其实真的是有它的价值的 就是做研究要立足于脚下 对 你就是典型的一种两爱 那么一种两爱怎么说的 就是懂农业 然后爱农村 爱农民 因为现在我自己呢 就是上了中国农业大学 当时我大学高考填志愿的时候 我就把我能填的农业大学全填了 从中国农大一直填到 福建农民大学 就是我的家乡 然后呢 但是呢 在这个高校里边呢 其实一进到大学里边 就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当时我们流传的一句话 叫做一年土 二年羊 三年忘了爹和娘 所以说刚才结合 温老师你应该讲的 就是我结合我自己个人的 一种生命的历程 我觉得特别有体会 那九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是中国经济整个剧烈变化 整个中国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化 然后呢 包括那个时候的城乡的矛盾 山农问题啊 农民负担 那都非常剧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 我们因为我们扩招 因为整个高等教育普及化 所以说让我这样的小镇青年 有机会进入了大学 那一方面我们当时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挺兴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告诉我们知识感谢命运 告诉我们成功啊 因为别人都告诉我们成功是什么 有车有房啊 有中产阶级等等 但是我们进入了大学以后 我们一方面呢 就是说看到了这些所谓的成功啊 好像很多都是一些以城市为导向 但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 作为一个小镇青年 你发生内心的其实是有一种不甘心的 但是同时呢 一方面你可能在大学里面看到了 灯红酒绿的城市高楼越来越高 但是你暑假 你过年你得回家呀 一回家看到或者你自己 或者你身边的同学 还是面对了那种艰辛 所以说我觉得发生一种非常朴素的 一种不冷之心就出现了 后来我在做百年相见研究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这种不甘和不冷 其实是百年相见非常重要的 两个重要的动力 那不管是你看说到了这个彭雨婷啊 还是看到了什么米氏父子 翟腾村啊 其实都有这个 所以说我后来就发现 原来我们百年相见的 这个很多事情是内在血脉相通的 但是我进入了大学以后 一方面就是在中国就有点苦恼嘛 就是觉得哎呀 我从乡村到了城市 然后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冷不干 然后就纠结 然后纠结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然后呢 看到了相见先贤 第一个看到了艳阳图 当时还是邱建生 给我印了一个小册子 当时我真的一个晚上没睡觉 就用手电筒在被窝里面把他看完的 但是哇 这个世界上原来 原来有这样的人 然后呢 原来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前辈 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们的什么博士下乡啊 比如说又骗 当年就是主动的 他们主动下乡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们有没有可能 也能够做些这些事情 所以说温老师 您在那个时候 你们发起了这场 大的这样一个运动 我自己呢 又作为一个受益者 可以说是一个 作为一个参与者 但是我今天感觉 他对我来说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觉得 一个呢 是人生的底色 印象中您说过 就是我们参加过很多相见 特别深度参加的 不是说表面的 就跟那个豆腐 掉到灰堆里面 它有可能表面上还是灰 你用水冲吧冲吧 它里边还是白的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有机会到了农村 然后呢 去跟农民们真的是 以不是说 以一个什么村官啊 以一个这种 我选掉啊 我知道我三年之后 我要走 我要去走另外一条路 而我们那时候 真的没想过这个 你们也没有任何身份吗 我们就是一个志愿者 我们就是一个志愿者 然后就是两个人一组 放到一个村子里边 你们没有任何条件 是 就看你们能不能跟农民结合 能不能生存在他们之中 能不能多多少少 对他们有所帮助 就是这个 这种训练方式 才有那句话 就是这 经过这样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白豆腐了 哪怕扔到灰堆里边 沾了点灰 拿回来用水冲冲 它还是白的 我们认为用这样的方式训练的年轻人 他们在本质上 应该至少有了你说的那种不忍之心 这种不忍之心呢 其实是应该说儒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 它是历史传承延续下来的 尽管它被批判者们嘲笑 但它实际上就是人 成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精神状态 所以我觉得当年把这批学生骨干 就大学生职农社团中的骨干 安排到村里边去做一年的志愿者 没有任何植物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我们只给点零花钱 只要你能吃饭 能在那当地待着就行 用这种方式 确实培养出来了一批 今天在各个岗位上 都算是有一定的能力 一定作用发挥的这样的骨干 这个应该说不是诱骗青年人下乡 而是我们先把自己诱骗成了一个下乡青年 这个过程诱骗不诱骗的 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 和实际结合的 能够体现出实践出真知的 这样的知识创造过程的学者 这个应该是一个 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经验过程 其实今天都在说一栋两爱 就是从这个说法一提出来 当时我们也一直在想 就是怎么样能培养出一栋两爱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学农的学生 我又是觉得 如果说我按照我原来的那种方法 老师们的很多的教科书 然后在教科书里边完了以后 一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在想我要去哪个地方工作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我是永远懂不了中国 懂不了农民 因为你是在一个抽象的概念去 你在概念里边去读懂它 非常重要 一栋两爱提出之后 学校组织了一次做谈会 各个院的院长们都来了 我也在场 当说到一栋两爱的时候 大家说一懂我们没问题 两爱我们做不到 这个成了一个普遍的生意 我其实当时没有去反驳 我说一懂你也未必懂 如果你没有两爱 你那一懂 你说你懂农业 你懂的什么 很可能懂的是教科书的农业 真正中国基层中的农民 所从事的农业 农村中大量的多元的 复杂的这种农业体系 你真懂吗 所以可见呢 就是如果没有两爱 作为一种价值观 单纯强调科学技术上的 所谓懂农业 本身也是值得讨论的吧 对 而且呢 我觉得温老师 因为您被称为温三农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整体视野 所以我觉得一懂两爱 其实呢 懂和爱中的农业 农村农民 这三个就连在一起的 要懂要一起懂 不可能是说 我只懂一方面 那我就想起来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到村子里边 因为原来我在 这个去参加织农 然后参加去村子里边 在燕阳初相见学院 待了三年多 之前呢 一直自认为 我读了好多相见的书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只有到村子里边 跟他们一起 朝夕相处的时候 你不带着一个 好像说 你一年之后 你可能要保研了 你可能你就要离开了 我当时是没有想过 我什么时候离开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懂了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印象非常深 比如说 就是原来我们都说 那个农民 那么辛苦 他们哪有时间去学习 然后呢 哪有时间是什么 学电脑 后来我们那个时候 他们是怎么学电脑 他们就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他们就拿一张纸 在纸上画上键盘 他们 河北嘛 他们冬天的时候 不是那个要摘辣椒 那按照我们常规思维 说农民在忙 在摘辣椒 你还让他学习 给他增加负担 这一点都不了解 真实的农民 他是用兼业的 农民他是很期待 能改变自己的 所以说他见到新鲜事物的时候 他在学电脑的时候 他这个手指头标上什么 ADF什么什么 一边摘一边看 一边摘一边看 这个对我的震动 就跟当年燕阳初去法国 那个去当事业者的时候 看到了农民原来 这个他的那种力量啊 最大的矿不是金矿 不是银矿 是人的脑矿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后来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就觉得 其实所谓的一懂两爱 一方面呢 他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们的心态 要重新去发现乡村 去发现农民 发现农民 他不只是一个 好像他很艰辛 他还很坚论 他不只是说 他好像很值得 我们去帮助 可怜 我们要下乡 我们下去帮他们 他反过来 他也是帮我们 他让我们更为一种 有一种平常心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这是我的一个人生底色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的时候 到现在我还会跟宅城的那些 那个笔包印书 还可以通通电话 什么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很多大家 很多都可以说 从乡村里边 汲取了很多的营养 而我自己呢 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 小小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发现我后面去读了博士 我的硕士阶段 每一篇课程论文 其实都是我在宅城村 遇到的一些事情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尴尬 有些糗事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 这种好玩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 它背后有很多 是值得去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它是非常鲜活 但这些东西是需要转化的 那么我们就觉得 这个一个方面 它是怎么可以成为 新的一种问题意识增长点 但另一方面 它绝对不是它自动的 因为如果自动的话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农村 这么多农民 我们每一天可能都接触到 为什么它转化不出来 那我也想听听文老师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 要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下乡的这些学者 包括他们带的学生 是把乡村当成是一个问题对象 然后自己是来研究它 解决它 是这么一个双方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本身是对立的 我们组织青年学生下乡调研 有些时候是特意把他们安排在 乡村社会中已经发生了 矛盾冲突的情况 对 我们让这些学生在乡村中 起什么作用 就不要让矛盾激化 尤其是不要让当年 那个九十年代 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而引发的各种恶性事件 让它减少它的爆发纪律 所以这个时候 下乡的大学生之农调查队 本身已经是融入到 乡村社会的 结构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了 那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间 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他的言行举止 这个锻炼的不是一般意义的 就是我把你当成一个研究对象 然后我保持过一个研究者的 这么一个客观立场 然后我跟你之间 风马牛不相及 你就是研究对象 和那个完全不一样 它是深入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 并且身处矛盾之中了 那这个过程中间 无论是矛盾朝哪个方言演化 他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参与者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 那他这个过程 他是跟踪着形成的 那他就会变成 对他来说呢 融入到血脉之中的情感 那这个过程中间 才产生一批 所谓的骨干力量 这样 所以我们说 先得说清楚 这里边有一个 所谓的价值观问题 能不能把自己 融入到农民之中 那个两爱 爱农民爱农村 一般人做不到 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他们中间 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没有这样做 那你说你的很多 包括糗事 那么你都把它变成研究材料 这实际上 就是你已经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 这是一个不同 第二 当我们在学校发动 学生发动青年教师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被90年代 全面照搬西方教科书的这套 思想理论教材体系洗过脑了 带着这些教材所给定的理论逻辑 深入相同社会 一定会是我多么先进 你多么落后 自以为是 而不会自以为非 所以在第二个问题上 我们就特别强调 下乡的学生青年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尤其不要以为自己的知识比别人高 认为我下乡是善举 甚至是圣徒的行为 脑袋给自己后边加一光环 这是要不得的 我一直到现在为止 反复强调 我们要学会自以为非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先把脑袋后边的光环摘掉 你才能下得去 否则你以为你只是做好事吗 我说摒弃好人好事的思维 你才有可能逐渐学会 如何做到自以为非 而不是自以为是 那你才能真把他们当成是老师 你当学生 而不像过去那种 好像我们带着现代知识 我们带着现代技术 我们是来救助你们 帮你们实现现代化的 所以我们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 你实际上应该发现的是 它跟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它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就在于它的言行举止 它的所作所为 是跟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紧密结合为一体的 所以发现到这个层次上 你算是把基本的脉动掌握住了 然后你才有如何在他们中间 去一点一滴的学习去积累的这样一个需求 否则你就是清天点水 走马观花 就算你去了 你回来也仍然只是 你看他们的惨状 他们的落后等等 这就跟燕阳初早期下乡 提出农民的四大弊病 就是愚 首先是愚昧 然后因为愚昧你贫困 因为你贫困所以你弱势 因为你弱势所以你自私 就是他就把这个最让人不堪的这些东西 变成了农民这个群体的所谓四大特点 那你就发现不了积极因素了 就自以为是的去定义了他的对方的愚贫若私 这跟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和其相似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